哈喽 各位观众 TVS采访腾队在夏威夷为您 掌握Rimpact 2024环太军演 那在今天早上呢 第三舰队的司令 由他负责作为Rimpact的总指挥 召开了Rimpact的国际记者会 因为呢 今天就是这个环太军演的 正式开幕的第一天 那当然我们知道呢 今年有29国参与 但是呢 其实在过去两年 包括美国的国会 以及美国的这个国防的授权法当中呢 其实都有建议 美国的五角大厦 要邀请台湾来参加Rimpact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连续两次的环太军演呢 台湾都没有参与 同时呢 也没有获邀给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与 那对于这背后有哪一些的 一些思考又或者是 有哪一些的限制呢 TVS今天在国际记者会的现场 也向这个第三舰队的司令 来提出了提问 来听一下他的回应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a one-china policy and that's based o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three joint communication and the six assurances so China was not invited this year just because of the reluctance to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rules norms and standards so you know that's the reason why China is not invited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今天的国际会 记者会的现场呢 来自台湾的媒体就有八家了 那当然呢 各个家呢 当然也是会非常关心 有关于美国 以及台湾的军事交流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第三舰队的司令 他对于这相关的问题 都是统一的答案 要么就是来去问这个第七舰队 或是再去问这个印太司令部 又或者是说呢 其实在这一次的演习 环太军演当中呢 他们并没有一个所谓的 针对的对象呢 就算被问到说 是不是要剑指中共 他们说呢 其实这整个环太军演 主要呢 是要推进各国之间的交流 否认有任何所谓的假想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美军呢 虽然办了这个全球 最大的一个演习 但是呢 就在这个 有关一些敏感的议题上面呢 还是颇为小心的 那TVBS会持续在下一个 你掌握任何最新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